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那我们继续讲解这个Hadoop集群的搭建 首先呢下载一些Hadoop相关的人 结合一些同学的需要 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下Hadoop 1的安装 还有2的安装 以及Mberry这三种方式的安装 那下载这个安装包呢 都是在这个路径下 那所有的视频中讲解的所有软件 包括什么安装包 还有一些资料 原代码都会公布到这个拥盘上 大家可以登录这个拥盘进行下载 不再赘数 好,那我们现在呢 以官方版本1.1.2 就是Apa旗下的这个版本 作为一个演示 那有些同学的公司呢 可能用的还是Hadoop 1 没有关系 对于课程的学习来讲 从编程的方式上来讲 意义来说是一样的 就是说是Maple就是编写也是差不多 没有多大变化 几乎你1.0上面编写的在2.0上也是可以用型的 2.0上编写的呢 也在1.0上也是可以用型 但是有些这个版本冲突的可能会有些方法不支持 比如说高版本的有些方法在1.0上可能没有 但是普通的程序的话 它的Hadoop的核心呢是不变的 所以它是可以用型的 这也是在我工作中 也是见过这样的例子 也写过也是没问题 好 那我现在呢就讲那下载这个安装包 如果你不去我指定的这个用盘 也可以去官方网站下载这个Hadoop1.1.2 这个稳定版本在页件的也是相对比较流行的 那很多公司呢实际上还用的是2.x系列 那现在版本最新的应该是2.7 好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Hadoop1.1.2的安装 首先呢之前呢给大家都介绍了 配置一下这个虚拟机 Linux上面的一个IP 还有对应的网关 就是你这个网关呢 就是指的那个你的windows上面的机器 那之前也是介绍过这个就是网关呢 他说的就是你这台虚拟机上的一个IP 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windows才能和Linux进行一个互通 这是一个网关就上面一个IP就是IP地址 好这地方呢也可以测试一下 然后拼一下192.168.42.1 本机肯定是可以拼通的对吧 那我们拼一下那个虚拟机上的Linux也是可以拼通的 说明我们的这个IP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就说是windows呢和Linux要互通 这样的话方便我们以后的程序调试 就说我们在本机呢直接在Eclipse就可以去访问你的Hadoop集穷 是非常方便的 很多包括这个资深的程序员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方式 他们都是通过这个在本地写好打包 然后上传到这个机群上进行一个测试 出问题呢 然后再把原码改掉 然后继续打包就上传 那这样的方式呢效率非常低 你可能调试了十次 他可能才调试了一次 所以这个沉默是非常高的 这是我过去配置的一些文档 然后把这个文档也贡献给大家 然后我也是非常乐意分享的 就是说我做过一些事情呢 我尽力的能想到进来的帮助一些更多的人 我也具有这种开源精神 我也是一个极客对吧 好我也希望在我的学生中能出现类似这样的我 无私的去分享 因为整个互联网就是以共享为主题发展起来的 如果没有阿帕奇 没有他的开源精神 那也不会诞生Hadoop 更不会诞生今天的我们 对吧 还有包括加瓦方面 很多牛人 包括他元代码 以及加瓦的各大框架 都是以开源的方式贡献给社区 贡献给广大的开发者 所以在开源领域 我的这种小小的这种举动 其实这是并不感动的 我只是算是一种步道师 给大家讲解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地方 引上大家来走这条路 也只能说是直路人 离开源还有一段的距离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去向这个目标走下去 刚才看了我的虚拟网卡 就是网关 就是虚拟网卡里面的网关 然后也是可以拼通了 在本机上 这个情况是拼不通 可能有一些原因 比如说关闭防火墙 还有你的IP是否设置正确 可以重新设置一下 那在这里面 我就不说了 然后重启网卡 然后这地方是重启 然后另一个随住这个mine 就是说列出一些帮助 给我看一下 也是非常多的 你想看什么命令 一个mine 然后显示一下 比如说我用cat 它就会告诉你cat是干什么的 直查看文件 对吧 打印出输出 那mine后面跟上你的命令 比如说cp了 它就是说是这样写 对吧 复制文件 对吧 安全的复制文件 好 到这个在这个有些情况下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你现在条件是没有没法上网 对吧 是个内网的机器 比如说我上次去湖南移动开发项目 它内网是非常安全 没法防卫 但有些命令你临时想不起来 你可以通过卖命令进行一个查看 然后告诉你它的功能 这是之前讲过的虚拟级上网 然后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比较熟悉 那是因为我之前的这些资料都是源自于我这个文件 这是配置这个IP的 还有修改这个host 云九的修改 还有这个vi编辑器的使用 这里就用ivim编辑器的使用 还有还有这个保存退出 用这个shift加冒号 还有wq 到现在应该没有人不会用使用vi的了吧 应该都会是吧 还有这个储机名修改为hadop 那我老师这里面是hadop5 这也没有关系 还有这个查看当前目录了 就是为了有些时候 我们忘记了当前目录是哪里 还有这个修改 因为修改储机名 你想永久剩下的话是需要重启机器的 那重启机器老师也讲过了 还有主机名和IP的绑定 那就是看的这个编辑一下etc下面host 这个算是一个回顾了 协助这个IP是这样子 然后这是主机名 这样绑定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P相当于主机名代替IP去访问 就跟一个域名好记 然后IP不好记一样 方便对吧 那这种方式还有很多用途 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 比如hadop的配置写成这个主机名 那到时候如果说我们的hadop的集群中的IP变了 那其实我们不需要修改这个IP 也不需要修改这个文件名 对吧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host 呃 此里面的这个对应关系改掉 比如说改成了一个合作5105对吧 那hadop的配置本身不用改 这样也很方便 好 还有这个关闭这个linux防火墙 那关闭Linux防火墙是这样子的 就是serviceiptables stop 对吧 stop 这个也很简单 还有如果人家开启的话 用start 因为有些程序 它是要求你开启这个防火墙的 尤其是有些c程序 对吧 还有这个查看这个防火墙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的防火墙发开启了没有 这个防火墙是没有运行的 因为老师之前就关了 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你的程序里面有哪些字起程序 这些列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off就是一个关闭 对吧 开启 比如说 嗯 httpd 是关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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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看一下这么多怎么看呢 就是有些时候查看 它翻翻页了也不好查找 这个时候可以教一种方式 就是之前讲这种清理控制台 我们可以将控制台 我们可以将控制台clean一下 clean一下 回去将这些清空了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相当于换了一个大屏 实际上清理以后它的东西还在 我们往上拱 只是它是将看上去是清空了 是吧 好 你想过滤刚才我说的防火墙列表 你可以使用这种 group管道对吧 一个管道服务 然后group 然后apptables 这样的过滤区防火墙的一些配置 就是是开关是否启动 然后这里面都是关闭的 这里面也说了就是on就是开 然后off就是关闭 还有ls-lh之前讲过了 它就是以这种 不是以字节方式展现的 这条文也解释一下 就是lh 这就是以这种 它的单位就变了 不是原来的这种 你不太不太看清楚的一个大小 你加上i2 就会变得以这种单位 比较人性化 这些都讲过了 当前目录了 这地方老师讲的是一个尾分布式 这里说一下尾分布式和完全分布式的区别 在这个真实环境中 是商运的话都是完全分布式 但是在我们测试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个尾分布式的环境 尾分布式的环境呢 就是模拟了一个完全分布式的一个状态 然后进行一个测试 和完全分布式是几乎没有区别的 所以你在为分布式下开发成一个 开发一个哈德布程序 将它提交到这个集群上去跑 是没有任何问题 好 首先呢我们要做一个免密码登录 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程序提交呢 是需要很多台机器 那么这几台机器间相互访问呢 是需要这个密钥 然后还有就是只要知道对方的公钥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去访问 这是零有个子中的一个特性 那首先我们就要做SSH免密码登录 首先我们进到这个cd.ssh 这是我之前做的这个笔记 所以都已经生成了 好我们ls一下 如果你没有做过免密码登录的话 ls一下里面是没有内容的 但是由于我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们这地方需要生成 它的私钥公钥 那私钥公钥生成方式呢 就是rsa对吧 这种认认方式 那它的命令就是这样子 输入这个sh-kcd 然后是空格-t 然后rsa 输入以后呢 你按回车一直回车 然后就会生成一个私钥公钥对 这样子就好了 那这个文件下 就会有生成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私钥 还有这个公钥 然后将这个公钥呢 写入到这个认证文件中 认证认证的这个k里面 这样呢就完成了一个免密码登录 然后完全分布式的情况中呢 就是将另一台机器 比如说它的IP是101 也是以这种方式呢 生成一个 也是以这种方式 生成它的公钥和私钥 然后将它的公钥呢 将这个公钥呢 复制到100 这台机器上 然后 合并 和再 将101上的这个 和100 上面那个公钥 合并到这个文件中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一个 公钥的一个传输 这相当于一个认证 然后再将这个 合并后的100和101 这个IP一段的 这个合并后的这个 认证文件传到101上 那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一个 相互的一个 嗯信任关系 就是相互的免密码登录 那这地方呢 就是呃 做法就是先将这个 公钥 然后复制给这个 认证的这个k 这个时候呢 就是本地的相当于一台机器 就这样做也可以了 那之前说了 还有如果是两台机器的话 那你就把第二台 生成的这个东西 再次加到这个 呃 认证文件k中 那加的方式呢 就使用cat就可以了 使用商之前讲过这个 cat命令 对吧 将 将那个101上面的 101上面和100之间 然后进行一个 呃 合并就好了 这一台机器以后呢 做了以后呢 密码验证 就说看一下这个sh 到底成功了没有 因为是本机 所以我们使用localhost 如果说你去登录 他不需要密码 那对的话就说是最后登录时间 那说明你的免密码登录是做好了 好 好 那我们这会看一下这个 先进到这个sh里面 我看一下这个id 公用什么样子 是这样子 然后再看一下那个认证的 因为是认证的k呢是一样的 所以 应该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是另外一台机器 叫101的 那在这套的下面 又会是一个这样 类似一个公钥 那这样就完成了他的设置 这地方第一次呢 可能是需要这个密码的啊 嗯 或者说这地方呢 嗯 他是需要你需要确定你去连接嘛 你输入一个yes 因为我之前是输过很多次 所以他只要输一次以后呢 就不需要再知道这个输入yes了 然后之后呢 你进入一次呢 他就会在这个文件中保充 那从数据意思来说呢 就是一个知道这个host 对吧 就说你登录过我 那我就记载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来看一下 那就是本地的刚才的那个 那个ip 那进来过 所以他就会保充一个已知的host 对吧 这地方呢 SSHMIMIA登录就成功了 成功以后呢 你也可以退出 然后继续再赛东了一次 然后他是就不需要密码了 那剩下呢 就是安装JDK JDK呢 之前已经解释过了 已经安装过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 紧接着我们安装这个adoop 好 这是安装JDK的 那有些时候呢 之前也说了 有些时候你去解压 或者是用心他的时候呢 他没有权限 就是去解压 点杠去解压这个病 就是一个解压的方式